他曾是退敌二十万的抗日英雄,跟蒋介石到台班后无比凄惨,沦为乞丐。 黄浦军校成立于1924年6月16日,他曾是整个民国时期最燎眼的军事院校同志,里走出来了许多国共两党的优秀将领,比如共产党方面的徐向前叶建英聂,钟真林彪等人国民党方面的,更多了比如胡宗南杜宇明黄维虎,连等人可以说黄浦军校孕育了民国时期最优秀的将领, 在黄浦军校一期的毕业生中,有三位赫赫有名的山东及李姓将领,他们分别是李延年、李先舟和李玉堂人称,山东三里。 而今天小编重点要讲的是李延年的故事,李延年1904年出生于山东,鳄安县自幼聪明浩学十二岁时就能通读,三元格,碑文。 由于受当时时局的影,想李延年选择了契文从武,1924年20岁的李延年,靠入了黄浦军校一期毕业,之后就成为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见习官。 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李延年一生参加过许多次战斗,但是要说他人,生的辉煌时刻,那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1944年5月,日军集结十万精锐部队,加上十万日伟军共计二十万人,由洛阳出发,试图攻取同关后再经西安,宝基直驱四川经过成都夺取重庆日军如此的作战计划,已经触及到了蒋介石的核心利益。 蒋介石立即从胡宗南的王牌军队里调出两个军,又从李嘉玉的川军中抽调四个石,共计三十万人由李延年总指挥,坚守同关。 李延年接到委任后愿立下军令,撞手住同关如果受不住献上向上人头但有一个条件,胡宗南的部队有些将领不听指挥师长以上的军官,请示委做处理师长以下的就地处罚。 蒋介石很顺利地答应了他的条件,然而水姐不会想到,这样一位抗日英雄,他的后半身归过得如此凄惨。 1949年蒋介石在大陆全线溃败,为了减缓解放军的进攻蒋介石,命令汤恩伯为江防总司,令李延年为副总司令。 然而很快蒋介石的长江防线就被解放军突破李延年,值得狼狈撤退到了八月份时,解放军已经攻占了福州眼看大势已去的李延年,就只身逃到了台湾。 由于是擅自逃离的李延年,刚到台湾就被逮捕了陈诚想对他处以急刑还是,蒋介石念及他之前的功劳,判斧了十年有期徒刑。 后来在同僚的宝举之下李延年只顿了一年牢就出来了出狱后的李延年,整日闷闷不乐渐渐的身体也垮,了加上经济十分困难,只能靠朋友就记住日,几乎沦为了乞丐真是一个悲惨的。